最近習近平非常多在鏡頭裏面出現 先是這個G20 然後又是這個APEC 又去了印度尼西亞 去了泰國 我想它的初衷都是想利用這個機會 去修復一下他們中共的戰狼外交 所造成的一些中共被孤立的情況 但是看起來不是很成功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可能在這個視頻上看到 比如說他跟泰國的總理握手 泰國總理想跟他握手 伸出手 結果習近平不理會別人 轉身就走 這個是非常沒有禮節的 非常沒有禮節 另外一個鏡頭 很多人都看到 就是他跟加拿大的特朗多 那是什麼事呢? 因為他曾經 他們兩個碰到之前一天 他們兩個有個非官方的對話 這個對話之後呢 特朗多就好像很多西方的政要都是這樣的 很隨便 告訴一些媒體 他跟習近平談了什麼 結果第二天習近平看到他很生氣 說你為什麼可以這樣把我們 我們之間的那些秘密洩露出去 那杜魯多就說 我們民主國家是習慣開放性的說 說沒有什麼要保密 可以這樣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習近平的態度是非常差的 表面上有一點微笑 其實他的眼睛一直連看都不看杜魯多 都是看著別的地方 這是在禮節上來說 是非常對別人不尊敬 而且對別人是沒有禮貌的 還有呢 杜魯多說希望我們保持這個溝通 那他就說 啊 那就創造甜點了 轉身就走 共產黨人說的那些所謂創造甜點 他的意思就是 你要聽我說 要做我想你做的那些事 那你就叫做創造甜點了 那為什麼習近平會這樣做呢 是不是真的他不想跟泰國和加拿大 有比較好的關係呢 不是的 他都想好 但是他的好是他那種觀念 來決定什麼叫好什麼的話 那共產黨呢 我一直都說過 共產黨其實就是 他的那個觀念是很接近這個黑社會 黑幫 土匪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 在香港 香港是很特別的 香港什麼報紙都可以看到的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我很小的時候開始一天看報紙 那我當時覺得很好玩 看什麼呢 看台灣的 那些《中國時報》啊 《中央日報》啊 他這種叫法呢 其實都不是完全不合格 絕對不是的 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就是因為呢 國民黨裡面很多人 跟中共打過交道 都知道呢 這些人呢 是土匪的觀念 那什麼叫土匪觀念呢 就是你給我強 我就笑面迎人 唉 我就鞠躬 我就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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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覺得他給你強的時候 根本就不理這些東西 這麼簡單的就是 因為泰國 加拿大 在習近平的眼中 是不算一回事 是一些小的國家 沒有用的 沒力的 我怎麼做呢 我隨便 為所欲為 不怕 你看 習近平見了 拜登的時候就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拜登後面是美國啊 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啊 雖然拜登這次呢 有表現要修好關係 是這樣的做戲呢 但是呢 不管拜登怎麼樣 習近平絕對不敢冷落美國的總統 還更加明顯是什麼呢 這些共產黨人呢 就是這樣的 趴硬不趴遠 他欺軟怕硬 你看 特近平見了 特朗普總統 美國前總統 那時候他還不好啊 還鞠躬啊 還要握手啊 還要笑 還要討好美國總統啊 為什麼呢 因為特朗普作為一個個人的總統 不單是他後面有一個強大的美國 他還本身是一個很強的強人 所有全世界那些共匪都怕了他三分的 最起碼怕三分的 你看看這個金正恩 北韓的金正恩 非常不講道理的人 整天一直放火箭 看到特朗普 他都是好又好的 所以這幫人就是這樣的 但是為什麼以前 比如說黃錦濤啊 江澤民啊 鄧小平啊 他們以前看到那些小國 泰國啊 加拿大沒有這樣做法啊 又對啊 這個說法就對了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呢 共產黨啊 其實一直由毛澤東到現在 我經常重複這句話 那個戰略目標沒有改變我 什麼是他的戰略目標啊 控制全世界 統治全世界 用他們共產黨內部的話 要解放全人類 要創造新的世界秩序 其實就是要稱霸世界 這個戰略目標從來沒有改變過 但是呢 要達到這個戰略目標呢 它就是不擇手段 經常會改變他們的線術 所以當他們覺得美國很強 碰都不敢碰美國 不單止是這樣 鄧小平還發現呢 共產黨要強大起來 還要靠美國啊 因為美國有資金 美國有技術 美國可以培養很多人 世界最好的大學 那時候呢 他就套光養晦嘛 到處都說友好 到處都說合作 跟美國和澳洲 說討好他們 那當時呢 他們覺得自己還未強大 那對於東南亞那些小國 那些泰國 是要爭取的對象 要他們呢 將他們爭取在我們共產黨這一邊 那你要爭取別人 你不可以懶惰別人 那他就握手了 擁抱他 是吧 共產黨就是這樣的 他在你身上 可以得到便宜的時候 得到好處的時候 他就 又可以笑臉贏人 又可以鞠躬 又可以 握手 什麼都可以 擁抱什麼都可以 當他不需要你的時候 看都不看你多一眼 當他覺得你阻礙他 他的去路 一腳就把你踢開 踢開都不夠 甚至可以把你殺了 這個就是共產黨 他們對香港是這樣的 現在對泰國人是 雖然對加拿大 都是這樣的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 千萬不要相信 當共產黨的人 對你笑臉贏人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他真的對你好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好像老子很早就講過一句話 美言不順 順言不美 當共產黨的人 說得天花亂聚 那麼好聽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了 他們在這裡騙你 在這裡哄你 所以其實 基本上就是這樣到你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